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从此龙泉称为驻见圣地 遇满天下 至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 千百年来龙泉名师辈出 剑谱林立 创立超过130年的神广龙剑谱 便是其中最为有名的老字号 被誉为中国宝剑的博物馆 沈欣培 十三岁开始和父亲学驻剑 从小闻着铁水气味 听着断打之声长大 成为了神广龙剑谱第四代传人 曾为尼克松驻剑一柄 作为国礼相赠 他成功研制玄文剑 填补了我国花文剑的空白 刚柔并济 坚硬锋利 寒光低人 文士巧智 是龙泉剑的特色 而要打造一柄完美的龙泉剑绝非易事 整个工艺多达三十多道工序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辞去公职挂牌恢复神广龙剑谱的沈欣培 将神广龙剑谱推上了最高峰 如今 尽管一年过古兮 他依然放不下对龙泉剑的挚爱 会不时拿起工具亲手制作宝剑 宁知草剑人腰下有龙泉 千百年来 龙泉剑早已成为人间正气的象征 沈欣培心中也有自己对龙泉剑文化意涵的理解 一把龙泉剑将心代代传 沈欣培早早将剑谱交给儿子沈周打理 在继承创新宝剑生产的同时 沈周注重对龙泉剑文化的宣传与推广 近年来 不少卫士都能看到他与父亲宣传龙泉宝剑的身影 沈家依然能够用做良心事的这种方式 就是一点一点去锻造精品 而且在没有任何外人监督的情况下 一点不偷工减料去制造精品 我觉得这种精神特别值得我们当代去传承 也正如沈周所说 沈广龙在新时代的发展有了一个融入剑文化的根据地 沈广龙剑谱凭借着龙泉这块土地所孕育出的蛀剑之魂 将自己的一腔热血付诸在了行动当中 造出了一饼又一饼绝世好剑 在漫长的岁月中 沈广龙剑谱的传承与创新 让其当之无愧成为剑中魁首 龙泉自古出宝剑 宝剑还看神广龙